筛选关键字的应用,来,我再开一个 按着Ctrl键托移一个,好,那这一姓名好了 这个栏目叫姓名,选起来 Ctrl-C复制,按两下Ctrl-V贴上 来,我把筛选功能取消,有漏斗的话就表示有筛选功能 这是有筛选功能没有使用,当你看到漏斗表示 这里有启动筛选功能,来,我们把它取消 好,点这里,直接点这个就好,清除,那这要全部出来咯 我们看姓名的地方,我希望有为的 这边有李大为,有余为0 里面只要有为的就帮我跑出来,就叫包含 那包含这地方再给大家叮咛一次,在Excel,一个问号表示一个字 如果字很多,信号表示什么,连续的字串 很多是用信号,所以呢,包含是宽松的条件 你只要名字有为的就秀出来,为 老师,我只要最后一个字是为的 或者中间的字是为的,那要做区别咯 再看一遍,清楚再来一次咯 最后一个字是为的,前面两个字不知道 那前面两个字不知道,那等于咯,这叫严格条件 一定要跟我一样,什么一样呢? 前面两个字不知道随便你,最后一个字一定要为 那就问号,问号,为,一个问号就一个字元,确定 老师,我要中间那个字是为的,好,再改一下吧 等于中间那个字是为的,那就这样 问号,为,问号,那就出现中间字是为的 这边想再跟你复习一下,复习什么呢? 全面交过了 在Excel这个,公式用得着一个问号表示一个字元 信号表示连续字串,信号也可以表示空白哦 信号也可以表示空白哦 来,那各位再试一下